人人~~ 那我們今天就來下我們的忍者 必須死啦 那最近我們的雪武林也是登場啦 然後雪武林的部分跟我們小黑一樣啦 他其實是在我們每日登錄的環節喔 後面這幾天就會送雪武林這邊的抽獎券券 所以大家可以等到雪武林抽獎券送完之後呢 再來看一下自己有沒有機會抽到雪武林 那目前來說這邊還有一張十連抽的小黑券 我們就到時候等雪武林一起的時候 我們再來抽一下這樣喔 然後目前來說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什麼東西呢 又是一個哲兵沒有看過的新東西啦 所以我覺得國際衣服真的還滿用心的 就是有很多一些新的一些武器跟東西出現喔 那這次出現的是這個蒼雪助神靈 看起來還滿美的 然後當初看到官方影片下面留言的時候 就一堆人就說 那我要把我的苦物換掉還是怎麼樣的 所以大家好像對於這把武器好像是 滿推的嗎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就還滿美的 很適合這個雪武林喔 然後應該也是可以去試玩一下吧感覺 那這邊他是換出靈姐姐的這個靈院 然後向天同時發射三隻小劍後 在前方落下追蹤的劍員 靈姐姐的靈院是什麼意思 靈姐姐的這個 是靈的姊姊的什麼東西 還是其實就是 真的就是 感覺好像是靈姊姊 就是靈的姊姊的樣子 靈姊姊的靈院 我想說是不是他欺負東西 因為看他旁邊有出現一個那個 也是學女的那種角色 所以看起來應該就是 他姊姊又出了什麼事情了吧 反正人者必須死是還滿容易會發刀的東西 然後這邊有這個啦 雪國助神武啦 這個 好不好 這邊會有這個就是那個 靈的這個故事對不對 對不對 酷喔 喔 我之前好像也沒有玩過這個耶 這個我們最近再來看一下 然後現在我們先來玩一下那個 好不好 因為這邊 阿雪 他這一次是不是那個阿 就是更新的真的很快阿 因為我覺得 他們這個 國際服真的是在超車 你知道嗎 一直瘋狂更新 所以到時候第10張 那個伊賀來的時候 我覺得也不會太遠 你知道嗎 所以這邊確實是要趕快來 存一波我們這個資源 我先看一下就是那個 這個活動的這個部分 我們先來體驗一下那個 雪武靈跟那個就是他的這個 新武器 這就是我們這一次的這個 全新的這個 雪武靈再加上全新的這個 蒼雪助神靈 那雪武靈之前大家在台版基本上已經有 就是體驗過了 那這邊比較沒有體驗過的就是這個 蒼雪助神靈 那我們就來玩一下看一下 蒼雪助神靈 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這個應該要搭配就是剛剛那個 故事的外傳來去搭配啦 因為有那個什麼靈姐姐的東西 有沒有看到這個是 靈怨之手 這看起來真的是他 欸很猛欸 而且沒有要知道 因為這把是武器啊 他不是大招啊 然後這個的話可以就是鎖定 很多那個 就是他應該是鎖定 那個一些敵人這樣子 還不錯 Boss的話應該就會鎖 但是這種就是比較那個 欸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在放這個招式的時候我們還有那個 我們是不是還有護盾啊 我剛剛看到我們就是 放了下去之後我們前面還有一點小護盾 可以擋那個 是不是 然後這邊會有這個 盤月攻擊力提升600點 哇靠 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這個又是什麼東西 蛤 他還有這個 開炸的東西耶 什麼意思 所以難怪大家說可以把古墓換掉 他是不是會具體一種東西然後可以開炸 而且你看我們這邊是有護盾的 他那個炸的東西是什麼 是我們累積的東西嗎 好像也不是啊 我怎麼有點看不懂 為什麼我剛剛會有那個開炸的東西 那個是雪武林的東西嗎 就是雪武林的那個什麼技能或什麼的嗎 感覺有點像啊 因為 這邊我先看一下應該是沒有看到 然後那個 這個武器有什麼一些其他的那個吧 等一下 這邊 向前方連續發了兩發巨券 然後被巨型冰箭擊中敵人會凍結 還會凍結耶 哇塞 一段時間冷卻時間33.5秒 然後 限界突破 等級上限提升到10級 武器技能傷害加10% 武器技能30%機率造成會心一擊 會心一擊加20% 在技能時間內持續 獲得這個冰之盾有沒有看到 會有冰之盾 抵擋一次傷害後消失 如果使用角色為0或雪武林的話 冰之盾 哇靠 什麼叫做冰之盾不會消失 然後巨型冰箭擊中Boss後 凍結時間加300 所以你是用0或是雪武林 用這把武器的時候超猛的耶 但是要限界突破到5啦 好不好 這個如果沒有限界突破到5的話 應該 就沒有那個 對 你看一開始的話就只有這個 冰之護盾有沒有 在技能持續時間內獲得冰之盾 然後抵擋一次傷害敲持 但是如果你是雪武林或是0的話呢 它是會直接一直存在的 所以我們剛剛在那邊有看到 就是一個護盾在前面這樣感覺 OK沒問題 那那個爆炸的東西應該跟 跟這把武器就沒有關係 那可能是跟 可能是跟雪武林有關係 而且 你看到雪武林還有這個頭 還有這個頭像耶 這衣服超好看的你們知道嗎 這衣服超好看 以前我們在那個 排版的時候是沒有看過 好不好 所以如果好 我們這一次真的 20抽抽到雪武林 那我就 那我就 我就練一下好不好 我就只能練了 你看這邊會有這個 護盾有沒有 然後在這段期間的話 基本上護盾就是會一直保護我們 然後這邊一開也都沒有看到那個啊 也有看到有我們的那個什麼啊 就是 爆炸的什麼東西啊 可是剛剛我們開的時候有那個爆炸的那個冰淨的東西 這個寒天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 這傷害也太高了吧 他這個寒天的這個東西 不知道是什麼 而且我們旁邊還有這個圍繞了自己的這個小冰球的樣子 好那剛剛基本上我們這個 黑龍直接被我們幹爛啦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因為他有說我們那個冰箭如果射到他的話 他會進到那個冰凍狀態 我們來看一下 先看一下大招 看一下能不能不要打到他 然後這個可以固定在上面 因為我想要看一下這個武器 好 開冰 喔你看有沒有 會冰欸會凍結 超帥的 他以前 以前不會有這種東西欸 所以 你看這個 這個冰下去是真的很爽 阿如果我們 就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有時候會打那種就是 團體BOSS 團體BOSS好像個人打個人的對不對 但如果這樣冰下去真的好像 還滿爽的耶這個 這把好像真的滿強的耶 這把好像真的滿強的耶 好像有點厲害耶 有點厲害耶 這感覺如果你們要練這個 血武靈的話 我跟你講我這個沒有在玩的 我都覺得他好像真的滿厲害的 結果到時候我看了那個瑞爺影片 或是看了大家的那個留言之後說 哲平這個爛死了 你要亂講 我不知道耶 我覺得感覺起來很強耶 能夠冰凍角色就很強 但是 他這邊要到達哪一個地方 他這邊要到達就是第三階這邊 連巨型邊集中BOSS後 凍結時間加300 所以你大概要把他塗到三階吧 三階會比較厲害一點點 就是 對於冰凍這個東西 因為 你要通關的話 如果你有一些冰凍的這個之後 應該就會有一些 濃錯綠 你就可以就是比較好的 就是去 閃避一些攻擊啊或幹嘛 那因為後面的話 有很多關卡都是沒辦法消彈幕的 所以如果你能夠 訂到BOSS的話 應該都還算是不錯 喔我也不知道 這個會不會就是讓你就是沒有辦法 就是那個 那個 訂到那些就是 消不了彈幕的BOSS 也是有可能啦 好不好 那這個 昌雪鑄神靈 真的還蠻酷炫的 好不好 這個 完全都沒看過 但是 大家還可以知道 為什麼大家都說要把那個 苦物焊掉了好不好 還是其實你們有其他想法 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就是說 其實好像 沒有到真的 那麼強 但是我覺得這個凍結這個東西 就真的 蠻幫的 好不好 很幫 因為像我們這個 四龍吐息的話 他就只有就是那個 那個 就還好 你看 這把看起來就還好 有沒有 等級上限提升10級 然後武器技能傷害加10% 武器技能30% 機率造成這個 會心一級 然後會心傷害加20% 尤其是這個啦 終極的這個東西 釋放之後會加一次數 然後 重點是他感覺就不是 小黑的專武 然後 這把的話呢 就真的完完全全就是那個 靈跟雪武靈的專武 所以他會有一些就是 額外提升的東西 所以 我是覺得這兩把的話 論就是 有趣程度的話 我應該會選擇 那個 武靈助神 但是重點就是 我們要先抽到 雪武靈再說 好不好 那 雪武靈這邊的話 大家也可以跟這邊一樣 實施手氣 我們這邊 累積登錄到這個20天 就可以拿到這個20抽的這個抽抽 那到時候 抽完之後 再來定奪 好不好 阿如果沒有抽到 我們就 繼續等我們的這個 伊賀 然後 聽說伊賀好像是 風屬性還是 風屬性的角色 所以 我當初昌雅也沒有練很多 應該都根本沒練 所以風屬性的這邊石頭應該是 OK的 然後我們這邊的這個 背包裡面的這個 一堆沒開的這個東西阿 都準備等那個 伊賀了 齁 完全沒有問題 那大家這次有沒有抽我們這個 雪武靈跟這個 雪武靈的專屬武器呢 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們畫了多少抽 那你們覺得帥不帥氣 或是厲不厲害 或是有沒有讓你很驚艷 也可以分享你們一些想法 那今天就請玩到這邊啦 我是彩排小介囉 大家掰掰囉